3月10日,中科院探索一号船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码头起航 赴西太平洋等海区执行2020年首个科考航次任务 据了解,本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组织各相关单位60名队员 执行中山大学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西太平洋典型海山生态系统的关键过程及驱动机制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深海深渊智能技术及深海原味科学试验站等重大项目的海上深前调查任务 我们这一次参考人员是60人,然后科考的时间是20天 我们会完成南海的海山各项的海洋生物、海洋机制 还有物理海洋的一些参数的策定以及样品的采集 本航次总目标是以南海海山及峡谷区生态、地质及环境污染情况为调查对象 开展塑料污染、海山生态系统的深浅调查及取样工作 取得相应的深浅科学研究成果 同时完成探索一号为万米载人潜水器准备的 甲板步范回收系统试验及性能验证 完成深海智能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的相关装备海事等 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